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了精算 认为我们的店很够 而且足够喂饱AI吃店怪兽 但是连美国的媒体都报道 很担忧说台湾的缺点 恐怕会伤害到晶片产业 这磐石之友真的会造谣说谎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第一位是 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费洪泰 大家好 立法委员郑正前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郑诗成 远宜大家好 有前解放军的海军挺长身份 这名大陆籍男子 他竟然就驾驶着快艇 长驱直舞 直闯到了我们的淡水 舆论一片哗然 大家当然也都质疑 民进党保台怎么保到 好像出现了一个大破洞 到底谁要来负责任呢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他就强调 他说我们的雷达侦测系统 没有失灵 是人出了问题 所以负责的干部 在第一时间是已经自行处分了 所以是什么人出问题呢 他说是雷操守误判 加上守望哨也失职 所以总共是有十名的海巡人员 都已经自行处分了 各位卓东太 今天还勤勉说 海巡不要气馁 要再接再厉 政府会确保人民的安居乐业 可是明明我们的海巡 其实是0944 已经掌握到有个雷达的光点 然后呢 1020的时候 10点20分 巴黎守望哨 也辨识出了 这个船不是台湾的渔船 到了1110 就快艇闯进了淡水码头 整个过程当中 还在淡水河口停留了51分钟 等于越过了大型的巡防艇 沿岸的快艇 河口的守望上 三个关卡通通都过关 竟然完全没有人拦截 前令委郭靖亮就说 管命令一直扯说 是有人为的失误 可是奇怪了 因为台湾的暗计侦测系统 可是连山板都能够侦查到 那快艇怎么会侦查不到呢 淡水这么重要的地方 难道会没有装吗 难道是用肉眼在侦测吗 何况海军是有大船 更远的地方都应该要看到才对 我们的海巡实在是太可怕了 好 现在还有更可怕的就是 这人到底是怎么闯进淡水 怎么被逮捕的 现在冒出有三种不同的版本的说法 6月11号的时候 海巡署的记者会说 是巴黎安检站 在六海里内发现大陆快艇的时候 虽然没有及时拦截 可是我们的暗许 在快艇靠岸的时候 就马上白人了 但问题是 就在前一天 海巡署自己的新闻稿 讲的就不一样 这个是北部分属的新闻稿 怎么说呢 说这个船在淡水的渡船码头 和交通船发生了擦撞 业者报的案 所以安检所就立刻前往查看之后 是不是已经不太一样了 更扯的是 这名大陆籍男子的说法 他是说 我撞船 我发现我撞船之后 我就主动把快艇给靠岸了 然后我是请路人帮我报的案的 所以到底是业者报案 还是路人报案呢 总共现在已经有三种不一样的说法 是不是一个听起来 比一个还要来得更扯呢 好 就像郭正亮讲的 总不会是用肉眼在侦测 在辨识吧 那如果真的如此的话 那不就像是大陆的战机飞过来 我们的雷达没有出现光点一样离谱吗 我们的海上征防系统 是不是像郭正亮说的真的出了大问题吗 列文怎么看 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暴露出整个台湾的海防 事实上是如形同虚设 完全不设防 那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非常离谱荒谬 甚至于让人看了以后会哑然失笑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我们都不知道说原来台湾的海防 已经完全全部通通都是废了嘛 那第一个我觉得管毕林就是非常严重的不适任 为什么他一担任这个海委会的主委之后 就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一天到晚都在发生呢 那在我们的惊吓海域 大家还知道几个月前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一个不幸的事故 然后我方到底有没有执法适当到今天 其实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报告让我们看清楚 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已经实质的透过海警 在维持整个惊吓海域的治安了 当作是他们的一个内政治安的一部分在巡逻了 那我们呢我们一点皮条都没有 我们什么也没有办法做 我们的管毕林两手一摊 然后我们的禁制水域已经形同虚设 大陆已经不承认了 以前是对你客气 大家互相有个默契 既然你要一直踩我的红线 我又何必对你客气呢 那实质上大家展现实力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实质上在金门马祖 在巡逻在执行治安的 已经变成是大陆的海警了 而不是台湾的海巡署了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连本岛都没有办法了 而且是淡水耶 就直接长驱直入守善之躯啊 而且这么多年来 我们连一般老百姓都能够耳熟能详了 这就是所谓的斩首路线啊 原来我们连首善之躯 原来我们连斩首路线 传说中的斩首路线的淡水港 都形同虚设 毫不设防啊 哇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最生气的应该是美国吧 这是什么豪猪啊 我请问这是哪个品种的豪猪啊 这是树栏吧 台湾没有变成豪猪啊 台湾变成一个树栏啊 反应也太慢了 这不只是慢半拍啊 这慢了好几十拍啊 第一个我觉得最不适任的就是 管壁林 外航领导内航的结果 就是整个士气焕散 所有的螺丝通通都虚了 通通都散掉了 到底是因为上面的指令不清楚呢 还是下面人根本就已经灰心丧志 不知道他要如何执法 还是下面人自从解放军围过台湾之后 就告诉底下人就说 只要是大陆籍的船啊 不管它是军船啊 还是渔船啊 还是民船啊 只要对方没有开火 我们就假装没看见啊 那不然怎么办啊 不但进了24海里 进了12海里 都进了淡水港啊 假装没看见就没事吗 那这件事情 国防部长呢 我们的顾立雄也是淡淡的带过 仿佛路人甲一般 就在他说 政府主管都可以一起请假的时候 看起来啊 是全赢的人都请假了 这不是太离谱吗 对于台湾一个海岛来讲 那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空防海防嘛 结果呢 完全不设防啊 那进来的 还有这种七舌八舌的理由 什么船太小没看见哦 什么之类的 哇塞 那解放军恐怕都还没想到这一招呢 对不对 那以后就用这样子的快艇一进来 进来个五艘十艘 你不就结束了吗 我们昨天总统府就被人家攻占了嘛 然后我们的海 我们的海巡署 我们的海委会 我们的国防部都还不知道呢 总统不见了都还不知道呢 那不是太好笑了吗 那还有人家上岸 这个过程里头 居然是去撞了船之后 所以他才想说 那我来赶快报警 那他如果没有撞船呢 现在已经在淡水夜市了吗 在吃阿给了吗 我没有哦 什么在淡水 已经跑到士林夜市了 我看搞不好已经到中南部了 这是什么东西呀 然后呢 我们看看管贝林呢 就在那边讲 其实就是基层扛锅嘛 当然第一线有重大疏失 但是问题是说 你这个不是第一线的人疏失 可以交代的 我觉得再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这个管贝林就是应该要换人啦 这管贝林根本就是第五众队派来的嘛 我跟沈柏阳检举 不然为什么管贝林 当了我们海委会主委之后 惊吓海防也没有了 限制海域不见了 现在都是人家大陆海警船 到处趴趴走了 为什么管贝林一当了海委会主委之后 人家大陆的船 就直接开到淡水了呢 沈柏阳你要不要去查一查 查一查管贝林 查一查顾立雄 他们才是第五众队吧 沈柏阳你还在睡啊 你们这黑熊睡着了吧 黑熊学院到底训练了几个人啊 大陆还不好意思笑我们呢 大陆还没有笑我们呢 我怎么办啊 赖清德 你要不要赶快洗涤一下 你们这些民进党政府官员的人心啊 洗涤一下他们的人脑吧 这脑里面不止一个洞啊 进的水淡水海水通通都有啊 这还好意思领我们公粮吗 还好意思领钱啊 还好意思继续来上班啊 真的是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子搞的啊 原来台湾其实很安全嘛 那我们就不要军队了啦 我就看今天这个案子 看今天这个案子 我是觉得我们也不需要什么海巡署了 对不对 也不要海军了 对不起啊 费龙泰 对不起你们大哥啊 这个不用海军了 我们这是摆式用的 是不是 给官员 给总统摆拍用的吗 就这样子就想要混过去了吗 管闭林能不能有所进退支持一点啊 自己辞职下台不要再干了吧 你再干下去哦 就是提早解放军来解放台湾的 最重要的大工程啊 那看这个新闻可能有点后怕 因为差一点是不是 其实昨天就有人直接来台湾 这个一日游了吗 好了所以呢 大陆的快艇是直接就长驱植入到了 我们的军机重地 引发了民众质疑 这不是国安的破口吗 昨天呢 海巡署就特地召开了记者会来说明 海巡署的副署长呢 就说呢 当时的海巡人员呢 大家是严正以待 等到大陆的快艇一看完之后 立刻逮人 可是呢 这却竟然是直接就打脸 因为跟自己海巡北部分署发的新闻稿 完全互相矛盾 当时啊 海巡署的这个分署的这个新闻稿 是告诉大家说 大陆快艇进入到了淡水河之后呢 在渡船码头和一个交通船擦撞了 所以呢 是我们的被他撞的业者报案之后呢 才由海巡来接手的 可是啊 还有第三种说法 这大陆极男子 他自己的自白说 他说我就是靠岸上岸之后呢 因为我知道我撞船了 我就拜托民众帮我去报案耶 海巡才赶过来逮人的 所以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而且呢 里面的内容是天差地远 海巡署的记者会讲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办法让外界适宜 反而是变成是极力在强调 大陆的灰色地带行动 认知作战手段等等 还呼吁大家要赶快团结 对抗大陆不理性的行为等等 这不就像是先前这个金门的 这个翻船事件 还看起来怎么操作的手法 或者是背后的思维 难道这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指导吗 为什么好像是如出一撤呢 费文怎么看 首先我们真的想要知道真相是什么 星期一海巡署的北部分署说 他一上岸 就是有这个被撞的船 交通船报案 这是海巡署北部分署说的 这是星期一 那星期二变成海巡署 海巡署自己说 我们早就知道他 一上岸我们要去逮捕 到底哪个是真的 我们先不要讲 这个大陆 大陆这个驾船人士 他是说的 先讲你海巡署 为什么礼拜二推翻了礼拜一的讲法 礼拜二就是 昨天的讲法就代表说 我们其实都掌控了 我们没有问题的 那礼拜一就是有问题嘛 对不对 我是觉得 如果说他真正掌控的话 礼拜一的新文稿 就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你让民众觉得 这三本 那版本到底哪个是真的 当然人 老百姓就想说 你海巡署根本就没有掌握住当时的这个现况 我要再跟各位报告 我们每次汉光演习 都会防着老共突袭 举例他的巡弋飞弹 贴着海面 当然是从淡水河口 一直到台北市 标的物 我相信总统府是一个 国防部是一个 至少这些 这个都是大家一直盯着 巡弋飞弹的路线 像我们国军的部署 我们有个关渡师 为什么摆在关渡师 捍卫台北市 就怕老共从北部打上来 关渡师师摆在地 我们那个是海军 或者是他们的登陆部队 就从这个路线上来 还有他的空降部队 我们就摆在 像陆战队的第二师 就在领口台地 那边适合空降部队的着陆 这个换句话说 北部是非常非常 这个军机的要塞 今天 我是把它定义一下 除了这样子的乌龙 你都人家都已经 亲门踏户了 我们当然 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想 当然要保护我们北部 我们首都的安全 今天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真的也不想去骂他们 骂他们 把他们骂傻了 我们的安全 我看起来真的是勘虑 但是发生了这种事情 你现在再找任何理由 我是觉得都不是理由 大家根本就不要听这个理由 因为事实上就是发生了 对不对 我们一天到晚各种的演习 防着人家的快艇 防着人家的巡弋飞弹 从淡水可口进来 今天就发生了 请问我们不管哪海巡 或者是在12海里之外的 或24海里之外的 我们的国军 难道你都没有去注意到 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们的安全交给这些人 我们会觉得国家安全 能够守得住吗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不要去找理由 把实话告诉我们 剩下来就是如何去改善这样子的问题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反演习的一个示范 今天这种事情发生了 人家就从淡水河口进来了 然后你从不管大陆哪一个港湖过来 一百多公里这个过程里面 你都没有监视到 真是我 拜托拜托 国家安全 老百姓安全 是要摆在第一 我们看到解放军的海军艇长 他差点自己 就让自己可以能够来台湾自由行 但是我们就发现到说 怎么这个时候 我们还在自己人里面找敌人 沈柏阳最近就点名了一大堆人 说他们是高风险的第五纵队 政府要管理好这几十万人 那么当然他就挨批说 你是不是想要搞绿色恐怖 昨天沈柏阳就把他的总执行时间 变成了个人的演讲了 他特别要帮自己澄清 他说政府是不可以监控人民的 他说其实第五纵队 是一个假议题 重点是在资讯泄漏风险 以及被威胁的可能性 所以他说内委就是属于 高风险的类型 到大陆去要报备 这叫做合理的一种规范 他说请看 第五纵队是个假议题 你们不要再说我监控人民了 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说第五纵队是个假议题的话 那请问为什么大家发现 黑熊学院竟然开设了一个 第五纵队的识别课程 所以在第五纵队识别课程 要教大家一些什么呢 他说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买台币从内硬煽动开始 所以我们要试破潜伏的内贼的伎倆 和伪装强化本岛的防卫 课程的内容就包括像是 这些第五纵队的心理操控战术 核心人物的类型 第五纵队行为表征 论识别等等 这堂课好便宜啊 才九百块钱而已 大家是不是应该都赶快去报名呢 但是你明明就是开了这个 第五纵队识别课程 结果你说第五纵队是个假议题 那到底哪个才是你自己的内心话呢 好 沈伯央呢 他就提了这个叫做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九条的修正草案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讲到底有没有在监控人民呢 他说具有下列身份的人呢 进入大陆应该要经过申请 并且还要经过内政部 还要会同国安局法务部陆委会 要审查许可 不是报备啊 要审查许可才可以去哦 哪些人呢 包括了有政务人员 然后呢 直辖市长啦 立委啦 直辖市议员啦 重点领域的研究关键技术人员 还有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营人员等等 曾经参加过立法院的机密会议的人 也不可以 申报如果有虚位或者是隐匿的话 要处三年以下的徒刑 还要并可一千万以下的罚金 哇 所以说啊 不是报备哦 要报准何可才可以出发呢 所以呢 这到底是不是监控百姓呢 这又是不是一个假议题呢 我们看到网友就计算 沈伯扬口中讲的这些人 到底有多少人呢 高风险 什么立委啦 村里长加一加 全台湾也不过就七千多个人啊 怎么会像他讲的说 第五重队高风险族群 有几十万人呢 他到底还想要监控谁 还是像李彦球指一的 会不会其实说穿了 只要你是支持蓝赢白赢的 你批评过民进党或是 选举没有投票给赖清德的 你就是第五重队的高风险族群吗 政宪委员 我觉得从刚刚讲到就是 陆挺开到淡水 跟现在沈伯扬在讲第五重队 我真的觉得民进党 就是海防无能 然后内部分化很厉害 那其实我有朋友 他们就讲说 他们就觉得沈伯扬是不是脑袋 现在有点秀的 他六月四号的时候讲说 那要监控这个 第五重队这样有几十万人 然后六月十号就改口说 那不是监控 其实他是要保护他们 然后六月十一号在总职训 他又讲说这个 第五重队是假议题 然后我旁边有些朋友就想说 他们真的听不懂沈伯扬到底是 赖清德民进党的租队友 还是他在执行赖清德认知作战的神圣的使命 其实我们也搞不懂 可是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个状态是 当沈伯扬这样子说话反复的时候 那我们要特别讲到一个 他讲第五重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态 当我们现在有点像笑话的方式 在业余沈伯扬这样子前后反复的时候 可是我们看历史当中的时候 第五重队这名称怎么来的 其实在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军他们其实在围 就是马德里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有四个重队 然后那时候的将军他就讲说 第五重队就已经在城里面了 然后结果当时的共和政府 就马上把监狱里面 一千多个政治犯全部都杀掉 当时又杀掉了 这是第五重队这名称的由来 然后在二战的时候 其实也非常的惨 其实二战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时有轴心国 然后有另外同盟国的状态 那当时美国呢 就是罗斯福总统 他在1942年的时候 他也宣布了一个行政命令 然后对这些疑似 第五重队的人 包括日本人 包括意大利人 德国人 全部都把他抓在集中营里面 所以讲到第五重队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令人伤感的一个 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 然后我们很意外的是在 现在民主化台湾的时候 竟然是民进党的 不分区立法委员 在国会当中直接的讲 第五重队 而且在扣帽子 在扣我们国人 第五重队的帽子 这完全就是血淋淋 很直接的在做分化的一个动作 那我觉得就是当他在讲 这个第五重队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在想 他到底是要扣谁的帽子 本来扣几十万人 那说实话 我第一个听到 这个新闻当中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几十万人是在讲陆配吗 还是讲说台商呢 还是讲说陆生 还是讲说台生在大陆去 因为只要去有 在两岸当中走的情的 好像很容易就会被扣到 一个第五重队的一个帽子 可是第五重队的帽子 我刚才有讲过去的历史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很残酷的一个标签 当它被贴上去的时候 就很像是你被指控是匪谍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事实上 在内部来说 我觉得事实上是完全 就是民进党 嘴巴台面上在讲说 要台湾内部要团结 可是实际上在做的 就是在分化内部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他们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我在看到一个 这样一个漫画 我觉得它真的讲得很有趣 就背后的状态 就是对岸的陆挺 开到淡水来了 然后民进党还在讲 你在骂民进党吗 他说我直接判断 你就是第五重队 然后他就讲了说 十万高风险群 一定有你在中共的协力者 指控在台湾的这些 跟两岸只要是有交流的人 当然就是有媒体在讲说 只要是没有投 就是民进党的蓝白的人 可能都被怀疑是第五重队 然后他就是在说 你在这指指点点 模糊 教你做什么 然后他就说 他们其实是有开课程的 专门试评的第五重队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在监控老百姓 从王毅川到沈柏阳这当中 我就坦白说已经露线了 然后最近在立法院当中 大家也不断地在追 然后中华电信有一家子公司 四方都被认为 是不是从四方这边 透露出这样的一些讯息出来 民进党政府就透过 这样的高科技的一些技术 确实在监督我们的老百姓 那我觉得在这样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觉得老百姓一定要有自觉 我们要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 来抵抗政府不当的监控行为 那他们这边就在讲说一些 要修法啦 对于什么两国关系条例 要如何去修法这部分 我觉得他们事实上 只是在自圆其说 如果说我们的民主化 走到现在的时候 要回头去让行政部门 去持续去监控老百姓的时候 我觉得这绝对是 对台湾的民主莫大的伤害 也对我们老百姓的人身自由 产生非常大的一个限制 跟不当 我觉得老百姓 一定要有高度的自觉才可以 所以绿营到底有没有想要监控老百姓 所以沈伯央现在就解释说 我不是要监控这些 所谓的高风险的人群 我是要针对会接触到 大陆党政军的民众 给他们建立一个 可以申报的管理机制 好了 但是我们摊开 他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法案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九条的修正草案 里面就说了 政务人员直下市长立法委员 等等等等等 这些人通通都要报准之外 还有有关键技术的人员 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营人员 甚至是参加过立法院机密会议的人 通通都要报准 要到大陆去 要经过了内政部会 还要加国安局入委会等等 通通都要来审查许可 好了 如果你针对工职人员 好像也没有话好说 但是那请问什么叫做 这个叫做关键基础设施运营人员 什么叫做重点领域研究的 关键技术人员 是不是台积电的工程师 还是高铁台电的员工 他们算不算是关键基础的 基础建设的运营人员呢 那请问这些人如果要去大陆 要见什么人 是不是通通都要经过政府点头 才能够准许吗 审博洋的提案 他说如果你违反规定的人 是要关三年 要罚一千万 所以这到底 难道真的不叫做监控百姓吗 施承哥怎么看 不 我这次蛮赞成审博洋的意见 你知道为什么 哎呀 沈博洋说只要询问这些人 关键人物就好了 哎呀 不止啊 沈博洋 你知道吗 这个意见还太宽松了 你知道吗 我们前两天才一直在吹牛说 台湾的飞弹是全世界密度第二高 仅次于以色列 刚刚这个立文说 我们是建筑 我们是被拔光建的建筑 建筑建了半天 结果人家不是渔船大小 是山板大小的船 就直驱淡水河 我们的飞弹一颗也没发射 不要说飞弹连卤弹都没有发射 人家就进来了 对不对 解放就说 搞了半天 我围台军演白眼了 原来一颗 一艘三板就进去了 这就是台湾的现状 所以沈博洋说 什么第五众 哎呀 不止啊 开玩笑 什么这些关键人物 哎呀 不止啊 我跟你讲啊 连参加过我们庶民大头家这些人啊 都是第五众队啊 而且第五众队 出发之前 不要说去大陆了 走在路上就要随时可以盘问啊 然后呢盘问不行对不对 像这个郑政权委员 你就是类似第五众队 我怀疑你对不对 我就好比照那个 比照那个非礼的这个嫌犯啊 还是脚上带那个电子脚僚啊 让你去哪里 我都知道你在哪里啊 这就是沈博洋在想的 你知道吗 我们一天到晚说 要跟大陆示范台湾的民主 鬼民主啊 这是鬼民主啊 你知道 在以前 包括向心夫妻 还没有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两岸人民关系 他就第一个违反国安法 然后违反国安法 又洗钱 然后被关了两三年 现在人家要到 人家到台湾要视线了 包括什么王炳忠啊 包括林明正啊 包括火安庭啊 也莫名其妙 说你这个哎呀 这个是类似匪谍 查了半天 没事就是没事 现在有这一条啊 我就要怀疑你 你郑立文 费洪泰 郑政钱 郑思成 我就要怀疑你 你就要来报告 你要去大陆 我就怀疑你是跟第五众队有关 你就要报告 报告如果不爽 对不起啊 你就移送法办 我请问一下 这是台湾的民主啊 那两岸之间 今天三三对吧 这个对不起啊 三三会 这两天三三会 还去见了那个国台办 宋涛是不是 还在讲说两岸要怎么样发展 我们给人家这种讯息 我请问一下 两岸未来怎么发展 我查了一下 去年大陆去国外旅游 总共交费金额六兆台币啊 我们赚了多少钱 我们赚了不到百分之一 不到千分之一 继续这样搞下去 继续这样搞下去 两岸越来越糟糕 然后沈不洋 你那个什么黑熊部队 不要说黑熊部队 你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 让两岸的距离越来越远 越来越糟糕 两岸以后啊 Busk EFA 那个取消那个项目 越来越多 两岸未来啊 是真的搞到 非得兵凶站位不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